吳玉田首任鼓手達叔 在五月天成軍二十年演唱會上一起演出 事隔幾天與人節時 網絡上疑似有人冒用他的名義 開玩笑又取代慣用 音樂事件越演越烈 今日網友找到一本名為 《課要搞團台灣創作樂團世紀的書》 內容提到達叔當初離開五月天的原因 疑似是技術跟補上 這本書在1998年發行 當時五月天的鼓手換到第三任Robert 內文寫著該團較大的問題 大概就是鼓手人選的不確定 從1997到1998年短短一年間換了三個鼓手 之前的鼓手是阿信高中玩音樂的夥伴 因為專業技術上的問題 沒辦法得到團員的認同 所以就換人了 阿信在訪問中表示 每個人的極限不同 我們很清楚的告訴遭換掉的鼓手 如果他的技術只能到這個程度 那是不行的 只好忍痛換人 談到第二任鼓手的表示 是很有天分 多練習也能表現得很好 但是對網球比較有興趣便離開了 這段敘述 對比先前阿信在演唱會上解釋 當初達叔離團是因為家庭物素 似乎有些差距 針對這些傳言 相信一位公司表示不做回應 達叔是正直善良的普通人 儘還給他平靜的生活